好 花莉县政府农业处上午在瑞穗香农会办理农民的座谈会 那么会中呢 各个产销班的干部代表 特别是关注了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审核标准严苛 畜牧自制条例限缩续产的发展 以及及时令农特产行销推广效益不佳等等的问题 与县政府的各科室主管是热烈的讨论意见交换 要求县政府的农业处来重视 为农民寻求解套 县政府农业处各科室主管就科别业务进行宣导说明后 接着座谈会Q&A重头戏台下各个产销班干部代表 踊跃提出农政舆情请县政府农业处重视 极端气候农业农特产尤其这一两年来 瑞穗文丹用南瓜香蕉咖啡茶凤梨等果树农产无一幸免 大寒大旱的天气农灾农损严重 如何解决灌溉缺水问题 以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 审核标准不一农民极度关切 另外现在不推动畜牧自治条例 限说华联畜牧产业的发展脚步 以及实令农特产行销推广销与不佳等议题 农民与各科室主管热烈讨论 要求县制部农业处重视 为农民寻求解决之道 面对农民的反应与建议 亲自主持会议的处长陈淑文 除了详细说明加强宣导 并且也将农民关注的各项农政议题 汇整后再研议 陈淑文也重申强调 在合法的情况下 县政府农业处也将全力为农民争取 协助辅导 进一步来提升花莲农产业的发展 记者是欲蓝瑞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文 订阅文